在座各位 我们将继续学习 上次开始的罗马书第六章 容我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还记得那个逻辑流程图吗 保罗一开始就对 我们是否能继续犯罪 使恩典显多这个问题 做出了纯情感方面的回应 然后他解释了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回应 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已经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 他有了新的身份 他被赐予了一个新的名字 他属于一个新的家 因此无论是从逻辑方面 还是属灵的方面来讲 他都应该以新家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他不再在亚当里 正如他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所说的那样 现在他在基督里了 因此呢 这就是他纯情感性的反应 神不允许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 继续活在最终 断乎不可 他的说法是 我们连与基督的死 我们连与基督的复活 为的是我们能活出新的生命 现在我们来到这条路上的最后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他阐述自己所说的话 他教导的内容的含义 最后以对我们的劝诫作为结束 保罗在第六章第五节开始了他的论述 请注意for 因为这个字 这就是说 这是我的立场 现在容我为你们解释 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活在最终 答案是 因为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我们向罪 也就是死的了 但你会注意到 他以一种非常详细的方式 解析他之前的说法 他说了关于我们现在的三件重要的事 第一是这样的 救我 救人 Hopalios Anthropos 这个以前的人 救人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其次 这一切的发生 是为了让罪身归为无有 或许用你们的翻译就是灭绝 其结果是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不再做罪的奴仆 有三个非常有趣的说法 第一 救人或救我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保罗所说的 救人救我 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呼应自己 在五章十二 至二十一节中 所说的话 我们本是 与亚当 与堕落的 罪恶的救治序 联合在一起的人 但是 现在 我们连于新人 与末后的亚当 我们的主基督联合了 我们从一个家中 被带了出来 被安置在另一个家中 这是因为 我们与主耶稣基督 已经同定十字架 加勒太书二章第二十节 在与基督的联合中 我们与旧人亚当的联合 被打破了 我们与新人 耶稣基督的联合 得以建立 旧人 旧秩序 已不复存在 保罗在这儿 不仅只是在谈论 他生命的两段历程 在我成为基督徒的前后 这历程当然也包括在内 但他想到的是 我们在前一课中 谈到的那个大画面 大叙事 即我们要么 在属亚当的旧秩序之下 要么在属基督的新秩序之下 既然我们已经因信 与基督联合 他就可以说 救人 救人 救我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为什么呢 这样做的效果和作用是什么 那就是可以使罪身灭绝 或者用较早的翻译 罪身可以被摧毁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呢 他说的其实就是肉体 在之后第七章的结尾处 他呼喊道 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他说的取死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 他指的是他的肉体 被死亡所支配 将会死去的肉体 因此当他谈到最深的时候 我认为他指的就是肉体 因为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 这个肉体是在基督之外的 这个肉身不仅被死亡所支配 也被罪所支配 我的整个存在 包括我的身体 所以不仅仅是我的思想精神和情感 而是我的权人 包括我的肉身 在亚当里 在旧智序中 作为旧世界和旧家的一部分 这个身体被罪所支配 而且我们无法脱离 保罗非常清楚 罪在不同的人身上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保罗的生命中 罪的瑕质和同管 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在其他人的生命中 可能是另一种明显的猖狂 但是 罪的统治是一样的 统治者仍是一样的 旧世界仍是一样的 旧家也是一样的 但现在我已经脱离了亚当 并与耶稣基督联合 我的身体就不再受罪的挟制了 它不再属那个旧世界 它不再在罪的统治之下 我不再需要罪 不再受罪的捆绑 不再受罪的捆绑 结果就是 因此 我不再服事罪 我们的老我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好让被罪所挟制的身体 得以脱离 这挟制 它不再是罪 所统治的 肥沃土壤 结果就是 我不再是罪的奴仆 似乎这还不够啊 请注意 他在第七节又提出了另一层解释 来解释基督徒 为什么 不再是罪的奴仆 为什么呢 答案在第七节 因为是一个已死的人 已经与基督联合了 因为已死的人 我们中文标准版的翻译是 脱离了罪 这里我要暂停一下 因为这一节经文 这个颇有争议 因为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词汇 通常与称义有关 这是动词 Dikaiyo的一种形式 我们通常将其翻译为称 称义 那么当保罗说 以死的人 在这个译本中是得了自由 在其他译本中是得称为义脱离罪 有一些很棒的注释书作者 认为保罗实在说 因为我们已经称义 所以我们不该再活在罪的挟制之下 但我的观点是 他的意思远不止这样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从中称义 或者称义以脱离以摆脱 这样的说法自古就有 事实上 由于苏格兰深受罗马法的影响 以前在苏格兰 这种说法也曾用来指被处死的人 如果你在1717年左右去爱丁堡的格拉斯市场 你可能会看到一则告示 上边写着 富格兰深 富格兰今早八点被justify得到解脱了 这意思不是富格兰今早八点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而是在说我们于今早八点缴死了富格森 因此呢 他得以摆脱之前所有的义务 你会发现古代都有类似的说法 在完全相同的语境中 我认为这就是保罗用这种表达营造出的氛围 这是新约中完全独特的表达方式 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在这里的用法和其他地方的用法是一样的 我们要试着从这段经文中找出他的用意 在我看来这里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脱离罪得了自由 以便我们可以向神而活 这里的整个上下文实际上并不是关于称义的 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罪的统治下被释放 我认为这在几个方面得到了证实 其一是在六章第十八节 他说我们已经从罪中得了自由 这里他使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动词 Utheraul 这是释放奴隶常用的动词 因此他这里所说的 不是对罪的愧疚 而是关于罪的统治 我们真的脱离了罪 所以我们从罪咎中得了自由 但他在这里说的是福音的双重治愈 我们不仅脱离罪咎得了自由 更是脱离罪的统治得了自由 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存在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保罗确实明白这一点并继续说到 但有一个荣耀的真理 作为基督徒 我不再在罪的诠释之下 我已经脱离了罪得了自由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还是会继续犯罪不是吗 有时候当我们犯了罪 就很容易听信了那恶者的话 他说你根本没有脱离罪 因此我要对你的称义提出质疑 保罗并不是说罪已经不存在了 他是在说我们摆脱了罪的权势 这是我们能够处理内心罪恶唯一的原因 如果我们没有脱离罪的权势 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犯罪 但如果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 知道我们是这种身份 这就会让我们自由 我记得小时候有人教我 我们站在胜利的一边 因为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 上次我用身为苏格兰人 不想转国籍的例子 这次我讲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 假设我转了国籍 假设我成为了美国公民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 来自白金汉宫的信 这封信来自伊丽莎白二世 伊丽莎白二世 我想它会署名伊丽莎白二 亲爱的福格森博士 我命令你回国 回到英国军队服役 但假如我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 我可以把这封信寄还给他 如果我不再是君主治主义者 我甚至可以写亲爱的利子 在您的统治之下真好 我以前喜欢生活在您的权势之下 但我已经不在您的统治下了 我现在是美国人 我不再在您的统治之下 您对我已经没有权利了 因此我不会陷入这样的纠结 我是否必须回国效忠女王 我到底要不要回去 因为我清楚我的身份了 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将这一切 与洗礼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告诉我们 你已经受洗脱离了亚当的世界 脱离了罪的统治 进入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世界 你是否还记得 亚伦为百姓祝祷的时候 那段话中的三重祝福吗 神对他说 把我的名加在他们身上 你有注意过吗 牧师们经常用亚伦的祝祷词 来祝福 愿耶和华看顾你保护你 我呢 很少听到有人说 上帝让他的仆人将他的名 加在他的子民身上 你们是因我被命名的 同样我们也因耶稣基督而得名 我们属耶稣基督的国度 在那里 恩典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这是他写在我们称为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他所探讨的问题是 基督徒 你知道你的身份吗 还记得 我们在另一次课上 有说过 如果你在主日敬拜时 主里的人问到 基督徒 关于你自己 你信什么 保罗在这里 对我们说 我们相信自己 不再受罪的挟制 我们的肉身 现在属耶稣基督 并在恩典的统治之下 成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结出他恩惠的果实 的肥沃土壤 因此保罗先给出情感性的回应 然后向我们说明 然后进一步向我们 阐释 然后你注意到 他在第十一节中 给出了一个推论 这也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他说 这样你们像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去看自己是活的 让我再从反面说一遍 他不是说 我要坐在修道院里 一直说 我像罪死了 我必须像罪死了 他说 你已经像罪死了 所以 我要把自己想成是 还没有像罪死了 我要把自己想成 好像还没有像罪死 现在 我想很多第一次 读到这句话的人会说 但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像罪死了 朋友们 感觉和事实是不相干的 你不会感觉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而是要相信 因为福音 就是这样说的 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并不是因为你觉得是这样 你开始会这样觉得 是因为你知道了这一点 他在这里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们有一种倾向 就是因为自己感觉不到 圣经里的某些内容 就认为圣经说的不对 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需要学会这样思考 因为你们不会自然而然的这样思考 这个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 重生后就以为我们什么都懂 其实不然 我们理解力是需要成长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不断呼吁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你需要知道这一点 才能计算这些 他使用的动词 是一个会计用词 如果你是一个会计师 会做简单的计算 我知道会计师的算法 与常人不同 对吧 他们有自己的算法 但在以前 当你做账的时候 你会合计总和 然后进行计算 最后的总和 就是所有数字的加总 你不能胡编乱造 如果你编造数字 就会被关进监狱 你算出来 你户头里有一百块 是因为你账户里 真的有一百块 你不会去对出纳说 我算我的账户里有一百块 所以给我一百块 出纳会说 你户头里只有一毛 我不会给你一百块的 保罗用的 就是这种会计语言 他不是在说 你就瞎编吧 他不是在说 你自己算吧 他不是说 有些基督徒是这种情况 有些不是 他是在说 这是事实 请相信他 这就是真理 你看这为真理 因为他就是真理 当我们明白 这是关于我们的真理时 我们就准备好 面对保罗所下达的强硬的命令了 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 因为我们越是掌握神和他的福音的恩典与丰富 我们就越是准备好 接受压倒性的强而有力的苛刻的命令和要求 基督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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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 认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如此多的恩典 所以就没有诫命了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发现 因为神和他福音的恩典和伟大 保罗可以向我们提出可以想象的最严苛的要求 仿佛他变成了一位发号施令的长官 所以因为这是事实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亡 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 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你看很有趣的是 从罗马书五章到六章 当保罗谈到罪的时候 他都在前边加了定贯词 他说的是这罪 仿佛就像是把罪人格化了 在这里他所使用的语言 几乎是在向我们传达 罪就好像是一个人 罪就像是一个奴隶主 把我们置于其权势之下 就像军队里的长官 器具与武器是同一个词 他说的是 在属灵征战中 你必须将你的身体 用作你的将帅 耶税基督的武器 而不是给将帅罪使用 罪就像一个支付工价的雇主 他接着说 罪所支付的工价 就是死 所以在亚当里 我们处于罪的权势之下 在亚当里我们处于死的权势之下 在亚当里我们无法逃脱 有罪的生活方式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这种犯罪的生活多么华丽 但既然我们被带入了新的家 既然神已经将他的名加在了我们身上 既然我们已经受洗与耶稣基督联合 成为一体 我们的身体就不再是交给 罪这个农夫耕种的沃土 而应该是交给圣灵 这个农夫耕种的沃土 他正在我们的生命中散播恩典的种子 所以不要让罪掌权 因为你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 感谢观看